嗨嗨 我是Josh 委內瑞拉的12強球員名單出來了 有很多觀眾跟我講 欸Josh 該做事了齁 好啦 今天我們就來看看委內瑞拉的球員名單 也不是說要舒服他們 我們就以球迷的角度 來看看委內瑞拉這支球隊 到底強不強 這次球員名單一公佈 很多球迷看到 委內瑞拉有一大堆2A 3A的球員 都在說完了 這隊也太多A了吧 啊 三強一弱確定了 真的是這樣嗎 我已經看過這28個球員的成績了 今天我們就來了解一下 委內瑞拉的戰力組成 我們分成幾個部分來講 先發投手 牛捧投手 捕手 內野手 以及外野手 首先是先發投手 這次委內瑞拉在名單裡帶了14個投手 其中能擔任先發的只有3到4個 第一個大家應該蠻熟悉的 今年季中曾經有傳過要來中華職棒的 Belix Dubronk 他以前是紅襪隊先發輪值的一員 連續兩年在大聯盟拿過兩位數的勝投 智力非常顯赫 但是 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 最近4年 他都沒有在大聯盟出賽 去年在韓國職棒的表現也普普通通 Bb9超過4 看起來他的控球有非常大的問題 今年他在墨西哥聯盟打球 控球問題改善很多 防禦率在墨西哥聯盟排名第9 沒意外的話這次的12強 他一定會出來負責一場先發 第二個投手 是2014年在馬鈴瑜入選過明星賽的 Handerson Everest 他在2013年 就以23歲的年紀 在大聯盟完成過一場5萬打比賽 他現在才29歲 應該是正值巔峰的年紀 但是他因為肩膀受夠傷的關係 現在的成績已經不如以往了 今年他在國民隊3A待過一陣子 防禦率接近6 7月底他轉隊到墨西哥聯盟打球 先發投了6場比賽 防禦率比Dubroong還要好 看起來他應該是12強的第二個先發人選 至於第三個先發的人選 是15年跟16年 都在大聯盟先發超過10場比賽的 Williams Perez 去年他在隨手2A跟3A 都有很不錯的成績 但是沒有等到上大聯盟的電話 今年的表現則是大幅衰退 在紅穴2A先發了13場 防禦率總到了5.61 跟前面兩位比起來 他的狀況更差一些 因為12強的預賽是4-2嘛 對上中華隊這場比賽 委內瑞拉是非拿不可的 所以我認為推出Perez的可能性 比較低一點 除了他們三個人之外 還有一個可能的先發人選 是今年帶在皇家隊2A的年輕小將 22歲的Andris Sautier 雖然他今年是擔任後援投手 可是在今年之前 他完全是一個先發投手 然後他跟Perez 現在是帶在同一個聯盟 他的投球成績 又明顯比Perez好上很多 而且他今年擔任後援 也常常做兩局以上的長中技 所以在國際賽把他拉回先發 也不是沒有可能 說不定可以拿來當作對日本隊的騎兵 委內瑞拉可能的先發人選 大概就是這4個人 其他人基本上都是後援投手 我知道很多觀眾 想要看我拼命稱讚委內瑞拉 但是我還是要客觀的講 委內瑞拉的先發戰力 雖然名氣不小 但是以這一兩年的成績來看 其實沒有那麼可怕 我們如果把江紹慶 放進委內瑞拉的全員名單裡面 他應該也是先發戰力的第一人選 再來我們來談談牛棚戰力 雖然先發看起來普普通通 但是委內瑞拉的牛棚戰力 就沒那麼簡單了 可用之兵非常多 我挑其中幾位值得特別注意的 跟大家介紹一下 像是25歲的Christian Alvarado 今年在基因2A擔任Closer 防律2.66 他是一個控球能力相當好的後援投手 不太會自己堆壘包 然後他在今年之前 其實是一個先發投手 今年轉成後援 是先從長中技開始丟 一直到了後來 他轉成Closer 開始只丟短局數 成績才出現的明顯進步 像他從8月6號到9月2號這段期間 一共出賽了11場比賽 總共也才丟了13局 這段期間他一分都沒掉 就以這一點來看 他比較適合擔任短局數的後援 所以我認為他不會在12強被拉去先發 再來我們來看今年江少慶 在印第安人3A的隊友 Arganis Angulo 25歲的Angulo 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就是控球 他今年在3A的BP9 超過5 很容易自己堆壘包自爆 由於控球的問題太大 他在7月底被下放回2A 回到2A之後 雖然控球沒有太大的改善 但是他在2A的三陣能力 非常非常可怕 345局的投球 狂標63次三陣 所以如果在12強 出現了那種非得要三陣 才能化解危機的局面 Angulo就是一個非常適合的拆彈專家 除了控球穩定的Alberado 以及三陣能力極強的Angulo之外 維尼瑞拉也有專門對付左打者的左殺 26歲的Yapson Gomez 今年主要待在高階EA 出賽44場防御率2.27 雖然他待的層級比較低 可是他對於左打者有非常強大的壓制力 被打擊率不到兩成 如果在比賽後段 輪到王伯龍或蘇智傑這些左打者 他就很有機會看到Gomez上場後援 在長衝技的部分 巨人隊小聯盟的27歲右投手 Carlos Navas 是一個非常適合的選項 他今年在2A跟3A的防御率 都優於聯盟平均 他也經常做兩局以上的後援投球 所以就算委內瑞拉的先發出現狀況 他們也可以馬上派出Navas 上來穩住局面 光我現在講到這四個投手 大家應該也聽得出來 他們的後援戰力真的是非常完整 有控球能力優異的Closer 三陣能力極強的拆彈手 專門對付左打者的左殺 以及緊急救火的長衝技 各種類型的投手都有 而且今年的成績都很不錯 如果硬要挑毛病的話 頂多只能說這一票後援投手都很年輕 不過呢 這也不用太過擔心 因為這次委內瑞拉的名單 還有Migal Sakalovic 這個33歲的老經驗投手 他有5年的大聯盟經驗 到去年都還有在大聯盟出賽 今年在墨西哥聯盟 擔任Closer的成績也很好 所以委內瑞拉也很有可能選擇Sakalovic 這個比較有經驗的投手 來擔任關門的任務 這次委內瑞拉的牛棚陣容 真的還滿奇的 我還沒有講到全部的人 這5個呢 只是我覺得需要特別注意的 我認為這次委內瑞拉的牛棚戰力 可以有效的掩護他們的先發投手 接下來進入到捕手的部分了 委內瑞拉這次帶了一老一少 兩位捕手 這兩個捕手最高層級都有帶過3A 其中年輕的Jose Godoy 今年7月升上紅雀3A之後 打擊狀況很好 打擊率超過3成 OPS也超過0.8 雖然他是待在極端打擊聯盟PCL 但是他的成績還是優於聯盟平均的 委內瑞拉在捕手這個位置上 有非常不錯的進攻火力 倒是他的主殺有點奇怪 之前Godoy的主殺率大約在40%左右 可是他今年升上3A之後 一共被發動了18四道壘 他只抓到了兩個 這一點可能還滿值得中華隊多多觀察一下的 再來講到內野 這次委內瑞拉的內野名單也很奇 守備位置怎麼站是還看不太出來 因為他們的內野手幾乎都是工具人 就從打擊來看嘛 最需要注意的應該是27歲的Dixon Machado 他從15年到18年都有在老虎隊大聯盟出賽 雖然他在大聯盟的成績不出色 四年加起來505個打擊 只打了兩隻拳雷打 可是他今年轉隊到小熊隊3A之後 長達火力大幅進步 以前他在小聯盟一年最多6轟 今年已經扛了17轟了 OPS也高達0.851 雖然不排除PCL這個打擊聯盟 讓他的成績有點灌水 但是他的拳雷打數量實在進步太多了 絕對不能夠把他當成是一個 沒有打擊的內野工具人來看 另外委內瑞拉陣中 還有10年大聯盟經驗的老將Andre Sblanko 他的大聯盟也算是工具人的角色 沒有站穩固定先發 只有2015年單季出賽超過100場 今年他在勇士3A的打擊成績 也還優於聯盟平均 他跟Machado應該都會是先發智能的一員 然後響尾蛇3A的Adil Castillo 則是超級工具人 不只內野能守 外野他也能站 跟Blanco比起來 Castillo的拳雷打比較少 他比較偏向是忠誠的打者 這是委內瑞拉的外野陣容 相對來說比較弱一點 所以我認為Castillo 很有可能會被放去外野 這樣子他們整體的打擊火力 就會更加完整 委內瑞拉今年擔在3A的內野手 還有兩個 分別是27歲的Huniel Correcudo 跟25歲的Jackson Flores Correcudo也是安打型的打者 拳衛打不多 另外他有一個特性 是不太選保送 應該是一個觸棒相當積極的打者 同時他也是一個潛在的外野手選項 他跟Castillo一樣 都是內外兼修的球員 而Flores今年在3A則是有點撞牆 打擊成績非常不理想 不過要注意的是 他是一個有角層的打者 今年有17道 去年有27道 不管他有沒有先發 只要他在擂包上 就需要特別注意 到目前為止 我講到的內野手 全部都是工具人 而委內瑞拉在這次的球員名單裡 還有兩個比較專職的一類手 分別是Luis Castro 跟Henry Rodriguez 他們兩個今年在高階EA 跟墨西哥聯盟 分別都有超過20隻以上的拳雷打 都是非常具有長打能力的一類手 講到這邊大家應該也清楚了 委內瑞拉這次的內野陣容 真的非常可怕 不只站穩3A的打者就有好幾個 甚至他們的內野手 還多到可以分幾個出去外野 去補強他們的外野戰力 最後我們就來提一下外野 委內瑞拉的內野手 包含補手的平均戰力 大約是在3A左右 可是外野手呢 只有在1A到2A之間 年紀也都很輕 其中智力比較好的 大概只有Henry Rodriguez 他最高的成績有到過3A 可是他在2A跟3A的打擊成績都很差 證明他面對高階投手 是沒有什麼能力應付的 另外洛基2A的Manuel Melendez 也可以注意一下 他也是平安打型的打者 常打威脅性普通 可是他非常愛倒壘 不過呢 他的倒壘成功率不高 生涯只有65.3%而已 中華隊如果好好把握 他的倒壘積極性 搞不好反而對中華隊是個幫助 那最後我們來總結一下 今年委內瑞拉的陣容 最強的部分是內野手 外野雖然比較薄弱一點 不過因為他們有好幾個內野手 都能夠守外野 可以把這個問題cover住 所以中華隊應該是會遇到一條 接近3A等級的打線 那中華隊還有機會嗎 委內瑞拉的打擊確實可怕 他們的牛紅戰力也相當整齊 各種類型的投手都有 所以中華隊的機會 可能會出現在比賽的前半段 委內瑞拉的先發投手 雖然名氣都不小 可是都不在他們的巔峰時期了 最近幾年的中華職棒 也有好幾個羊頭有類似的資歷啊 但是他們的壓制力 似乎也還好 所以要在比賽前段 就把委內瑞拉的先發投手打下去 這是絕對有可能發生的 或者說 這是中華隊想要贏球 就必須要把握住的機會 不然你如果是以落後的狀態 然後看到委內瑞拉的牛崩海登場 那你想要追分 恐怕就很困難了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今天這集 真的花了我非常多的時間看資料 就請大家幫我把影片 多多分享給關注12祥的球迷朋友 也請幫我按個訂閱 我們下次見 掰掰